每年四月期間 改期有請教授 基礎的環境分辨 向美鳳18歲青少年 立委的工作重點 當区有請說 18歲特別財政論到 超商門市現場突出 訪問及實際環境分辨的狀況 本年商店的門市 儘管上當少人請客 來出市政見 因為現在的少年人 大半都比較早 市長會有醫師未生人來買分 少看不注意 專家賣分的家庭發展 當区有請說 在這28年 特別財政論 超商門市現場突出 同時用業者 來進行選擇配合 竟然賣分給美鳳18歲的青少年 當区有請說 劉瑞娟 特別選擇記者賣分 給少年朋友相關記者 依據104年 最新的吸煙行為調查 我們在嘉義市的吸煙率 是高於全國的 而且我們知道說 國中生有將近一半 是可以自行買到煙 甚至高達5成以上 是買煙不會被拒絕的 高中生的比例更高 尤其最常買到煙的地方 竟然是便利商店 衛生局每年把 巨售煙品給未成年的 列為一個暑假的稽查重點 我們今天衛生所 特地選定了一家便利商店 我們實際來喬裝測試 看看業者的因應SOP 剛才市政府提前業者 如果懷疑賣分的人 未完十八歲 應該要請 夠客出身分證件 可能未完十八歲 才能獲分賣給他 為此 最高可以處於 新台幣5萬塊的貨金 當時也來提出 家中平常時 要得到關心 注意租路 到朋友的經驗 還有生活的健康 必然要他來理到 吃我們的惡食 西新新聞 中央邊翁秀三更 一起採訪報道 請問一下